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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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喂 你是什么意思呢 我都说我单身啊 何来有小孩啊 都说了帮自己找老婆的了 我就不可以找20多岁了吗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为什么我提出问题之后 你们就说有困难了 我告诉你 今个月之前我一定要找到的 28号是我老婆的几天 我要带着我老婆去上乡 让我老婆看看 因为我答应了我老婆 如果我做不到的话 很不孝的嘛 钱不是问题 最重要你们帮我找到 我喜欢的 多多我都给你 好吗 这样吧 阿伯 你的情况呢 我真是第一次见 不如这样 我带你去找我们经理 我们好好谈谈 好吗 好啊 好啊 我都是做人家的妈妈的 我都很理解你的心情 俗语都要说 生得好 长得好 不如嫁得好 对吧阿姨 是啊 你说得对啊 这个女儿打死都不肯来啊 是我和她爸爸逼着她来的 做什么 这一世都不结婚啊 你说被不被激死啊 让我们天天都担心她 那你这样做啊 都在你自己而已 都没想过我感受的 你呀 太自私了 父母要用你这么大这么辛苦 他们都不奢望你什么 他只不过希望你早点结婚 稳定点生活 就算你最能赚最多的钱 找到老公 他们都不开心的 你不要怪我说话难听啊 你确实太不生性了 是啊 你说得对啊 不结婚王 怎么可以啊 我们两老说死都不眼闭了 我们这样啊 都为你好而已 不是有错吗 你不是我的女儿 我抱得你你而已 妈 妈 妈 不要生气啦 那 最多我签法和她相看啦 好吗 妈 不要生气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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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萍姐 你一定要跟我的女儿 找个好的对象 她这一世的幸福 全靠你了 你放心吧 你这么信任我们 我一定帮她找个好人家的 那麻烦你了 打托了 女儿 我们走了 走了 慢慢走 好 沈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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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你等一下 我进去跟经理说一说 啊 萍姐 那个阿伯 那个阿伯 那个阿伯呢 五十八岁 说他二十多岁 这个语出惊人的沈伯 年过半百了 却一定要取到白富美 他并不知道 他的这种执着 可是让婚借公司的萍姐高兴坏了 因为接下来 等着沈伯的 可就是一个又一个的吸睛骗局了 你好阿伯 我是这里的经理 你叫我平德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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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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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问一下 你们公司 是不是真的可以帮我找到 符合我条件的老婆 刚才阿伯已经跟我说了 这层你绝对放心 我们公司可以帮你找到 满足你要求的对象 但是首先 你要成为我们的会员才行 哦 这些没问题 那好吧 稍后阿伯就带你出去签了个合同 他会帮你扮会员卡 以及介绍会员有哪些服务 沈伯 到时跟你扮会员卡 上面就会有个卡号 和密码 你可以上我们的婚姻网 上面有很多女会员 到时跟你做个漂亮的头像 你就可以和女会员去聊天 发信息 甚至约他们出来 那你出去等一等我 我第一次跟你扮 好吗 好啊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女人应该怎么做 懂事吧 凌姐 容琴故众 高啊 你只要 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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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为什么我在网上 约了这么多女会员 都没有人理解我呢 而且你们 这么久都没有人理解我 沈伯 你有事慢慢说 你先过来 沈伯 别这么怒吵 你先听我说 你现在只是普通会员 所享受的服务 都是有限的 只要你成为高级会员 那就不同了 你看 今天都是我们高级会员 做相看的 那 要怎么才成为高级会员 呢 成为高级会员的办法 你就要上网 累積一定的上用度 要有100位女士 和你送花 那你才有资格 可以成为高级会员的 唉 那不就担不下时间了 有没有一些 简单的 直接的 方法安排你相看 怎么办 办法呢 就不是没有的 充个VIP会员 那就可以了 但价钱有点贵 价钱不是问题 要怎么做呢 快点说 只要你一次性 付18,800 那就可以成为我们的高级会员 可以享受我们的 专属红娘相亲服务 这样吧 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等待安排商界的VIP会员 而且 个个都报告给你的 大部分 都适合你调节 对呀 去看看吧 唉 你们有这样的VIP服务 就早点说 搞得我走来走去 尤其是浪费一半日时间 那好了 待会你就下楼下 去勾钱 你就成为我们的高级VIP会员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安排你去商体了 你就回家等我们的电话通知就可以了 那我先下楼吧 好呀 拜拜 拜拜 啊 萍姐 一切都在你掌握之中 呵 这种人啊 最容易对付的啦 你呀 学习啦 呵呵 是啊 是啊 我想问一下呢 今晚我就有空 你们可不可以安排我去商体啊 沈伯 这些事不可以心急的 我们还要跟你筛选的嘛 一切都按程序来走的 一定会帮你找到个满意的 但是下个星期是我爸的忌日啊 我要带我老婆去给我爸爸见的啊 你放心啦 我们一定会加快留情 包你找到你满意的 那也没有啊 先下回去吧 不好意思啊 啊 这些人真是发女瘟 你懂什么啊 这种人啊 这些钱才好玩的啊 哈哈哈哈 嘿嘿 沈伯 这里这么多资料 全部都是符合你条件的女会员 你还有什么不满意啊 你还好说 喏 喏 喏 这个啊 一看就是黑肤相 还有这个啊 对眼这么小 整只老鼠 突然生出那些小孩 像什么啊 哈 人家不选择就已经偷笑了 不选择人家 又不知道自己什么条件啊 喂 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哈 我什么条件啊 我给了钱啊 而且你们保证帮我 找到我满意的啊 如果你们保证不到 给钱我啊 哈哈哈 哈哈哈 我不是这样的意思 你不要不会 我浸个水让你们喝 évidemment 稍微火先 稍微火 阿嬸,明天問你,你對這些女生都不太滿意? 如果你們找不到符合我條件的對象,那就早點說吧,無謂浪費我的時間 怎麼會呢?我們公司有近百萬的資料庫,絕對找到適合你三水 如果你對我們公司有任何不滿意,我們公司成立退錢給你 不過,沈伯,你選了那麼多,都沒有一個滿意的,是不是你要求提高? 那我花了錢選老婆,當然要選一個喜歡的,我都存了大半輩的錢 那,如果這次你們幫我找到滿意的話,我絕對不會虧待你們 每人五萬元例前,好不好? 好 真的嗎? 嗯 那明天,明天一定安排你去商鞋,一定保證你滿意 那我等你好消息了 好的,好的,好的 再見 再見,再見 再見 再見 美姐,請有些口味這麼溜溜,怎麼找啊? 敬美姐,我們就按個要求去找 你不記得了嗎?我們還有個地方,守守緊啊 啊 哦 手中的這張照片裡,到底有什麼? 而她鄉親找白富美,又和這張照片有什麼關係呢? 好 請問,你是不是相看的? 是啊,你是 哦,我叫沈婷翁 是這次相看的,對象 你好,我叫白善善啊 請坐 嗯 啊,白小姐,你家裡是做什麼的? 我家裡是做服裝衣加工生意的 那間廠就在潘如那邊 哇,那你家裡一定是住別墅啦 是啊,有三層高,而且有泳池的 嬸先生,你什麼時候有空,可以在我家裡坐下 啊,白小姐,老實跟你說 我對你挺有好感的 你為人誠實,我不做了 啊,我想問一下 好像你這麼好條件的女生 為什麼還沒結婚呢? 沈先生,你過獎啦 其實,我對你印象都不錯 但至於,為什麼我還沒結婚 這個可能是還沒遇到對的人 因為我身邊有些男生呢 全部都不穩重可靠 加上,我家裡有個生意上面很成功的爸爸 嗯,所以到時候找老公的要求呢 都想找一個,成熟一點,好靠一點的 多久,我都要你試過 白小姐,你可否把電話號碼給我 方便以後我們亂試 這個啊?我想還沒問題 因為分解公司裡面有規定 第一次見面是不會交換電話 這個,要確定兩個人有意向繼續交往,才可以給你 給你的 基於我們公司對你的信任和了解,我們可以做擔保 可以拿到手機號碼 不過,要多付多少錢 行行,沒問題,我簽約,我付錢 好 審伯,電話好嗎 喂,你好,請問是否白小姐 對,我是沈扁勇 你好,你好 不好意思,我稍後再回覆給你 不好意思,拜拜 行了,電話好嗎?是真的 那我先走了 拜拜 正一路走出 八爺婆,不要生氣了 生氣都不漂亮 極氣,會傷身體,知道嗎 喂,白小姐 真沒想到,沈伯居然已經是有家事的人了 可她接下來開始平凡地約白倩倩 她到底想幹什麼呢 嘩,仙仙啊,給你的 做什麼啊,有錢收你都不開心啊 平仔啊,你知道姓沈我老爺多變態啊 她已經打七、八個電話來告訴我白了 你說有誰能頂得她信啊 她又不找快鏡照一下自己的樣子 就她這樣的樣子,居然想找白褲美 她只不過是打多幾次電話給你 你忍一下很快就過去了 你就照我救你的,去應付她就可以了 最多就換個手機吧 姐姐,第一次請你吃飯啊 對了,平仔 最近有沒有其他男人啊 你可以介紹一些正常的給我嗎 你害怕嗎,平仔 對付男人,你最聰明的啦 有錢啊,我們大家一起玩吧 那麼,平仔,我還有事做 那我先走了 我給你電話去拿吧 好啊 好啊 陳小姐,這個叫阿明 今年二十八歲 青年才進來的 喂,幹什麼啊 你們這些平原子 騙了我幾萬元 快點把我騙錢給我 喂,你女兒 你不要在這裡了 你平原子公司騙錢啊 走吧,走吧,走吧 陳小姐 陳小姐 沈伯啊 你在這大吵大鬧幹什麼啊 我們在這做事的 你們根本就沒有幫我找到老婆 你們快點給我錢 給我錢 給我錢 幹什麼啊,吵什麼啊 我要解約 你快點把錢給我 阿沈伯啊 阿沈伯啊 現在講究的是戀愛自由啊 我們只不過是提供一個平台給大家認識的 我們又買賣人口 阿白善善看不適合你 我們也沒辦法 是不是你要求提高啊 我拚 我要求高 那個白善善根本就不是我要找個白虎米 他只不過是你分界公司 找回來的分托而已 喂,你說話要有證據 你這樣影響我們公司聲譽 我們有錢中節服務的 阿敏,不要讓他在這裡搞事 走吧,沈伯 你再不再報警 別碰我 你們知道我沒有證據 告訴你 要有的證據我全部都有 不用你報警了 我已經報警了 待會阿沈伯就來抓你們 你瘋了嗎? 你報警做甚麼? 你以為你們做了些壞事 沒人知道嗎? 半年前你們就是用這麼卑鄙的辦法 來騙我老婆和兒子 我就是為了要踢爆你們 所以才來這裡 告訴你們 你聽吧 每一次和你們的談話 和超級別學 我全部錄音了 你說甚麼? 你不是擔心嗎? 哪有老婆和兒女 就是了 當然了 你們騙了這麼多人 哪記得 之前 你們用這種歪門邪道 來幫我老婆洗腦 導致了我兒子離家出走 後來 我老婆醒來之後 就只有一個傷心 只有一個生氣 搞到還要有那個抑鬱症 我報警就是因為 要你們這些人得到應有的懲罰 阿杰 對了 我那個警察就是他們欺騙我錢 拉他們 這次事件 進行欺詐性的婚姻介紹活動 讓我們回家再調查 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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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已經審訊過 白先生 她坦白自己的真名叫李妮 並不是什麼工廠的記者人 而且她還說 是你找找找回來做分託的 是嗎 警察同志 我還是沒辦法 我家常有老下有勢 我老公又沒有本事 我都要賺錢養家 現在我問你的是 是不是你找他回來做分託 你安排李莉 以八線線的身份和其他男人相親 然後向這些男人收取費用 之後再通知李莉 向這些男人提出分手 你們是不是這樣操作 是 爸爸 兒仔 為甚麼來在警局 你聽我說 之前騙你那間分界公司的騙子 全部被抓在警局裡 現在是在審問 爸爸 你又搞甚麼來 我之前去那間分界公司做臥底 就是為了幫家人報仇 他們為了賺錢 喪心病狂地騙人 破壞人家的家庭 還要離間父母和子女的關係 但是我踢爆他 就是出了這口怨氣 讓其他人不會再上當 爸爸 你 兒仔 做男人 就應該保護好家庭 現在我搞定了騙子 你是不是應該跟我回家 其實我不是說不想回家 只不過 其實你媽媽也很難過 她也知道被騙了 兒仔 見好就收了 跟我回家 快兒婆 你看看誰回來了 媽 我回來了 媽 我知錯了 你原諒我生氣好嗎 我沒有生氣 我沒有生氣 我已經都走了 不漂亮了 總之我答應你 以後不會再離家出酒吧 好嗎 小弟 你不是說過 你和家庭斷訪關係嗎 唉呀 小弟回來了 就不要再說不開心的事了 你們兩個 都是被那間那間 騙子分界公司 挑撥離間 是嗎 是呀 是呀 古巴正是壞人 我兒子那麼好 肯定會找到老婆 媽 今天爸爸已經幫我們 拿到公道回來 以後這些不開心的事 我們不要再看了 什麼意思 出了什麼事 今天 我是壽星 我要看你們兩個的表現 我才決定 媽媽給你們聽 原來沈伯要娶一個白富美 他這樣做 真正的目的是 為了揭露婚介公司的醜惡嘴臉 為了揭露你 我才這樣做的 所以說 很多我們看到媒體報導說 有些婚妥大行其道 利用結婚 談男女朋友的原因 去騙人 騙錢騙色 對 那這種婚妥的行為 觸及到法律了 應該用什麼樣的法律條文 來歸納這些方面的犯罪行為 我認為這些婚妥 他們是虛構的一個事實 比如說 找一些美女來跟這些 當事人 來見面 這樣一個事實 這個女孩子 可能根本就不想跟當事人談戀愛 虛構一個事實 然後騙當事人說 我要買這個 我要買那個 我要這個費用 要各種費用 然後從中 就騙取了當事人的錢財 這種行為 我覺得是構成了 我們刑法當中的 詐騙罪的 這樣一個犯罪構成 應當以詐騙罪 來追究他們的刑事責任 其實話說回來 嫁個高富帥 娶個白富美 這是每一個 試婚女青年的美好的願望 女青年的美好的願望 但是請各位擦亮你們的眼睛 這個白富美和高富帥 這些讓人容易產生幻覺的 這個名詞的背後 到底有沒有一些陷阱 有沒有一些讓人意想不到的結果 這個需要大家去仔細的辨認了 好的看故事變法力 感謝收看今天的真實故事 明天見 明天見